歡迎大家來收看我的頻道 我先來介紹少女迴戰的呂布 呂布這次是復刻出來的 那他跟貂蠶兩個一起出來 那貂蠶是新出來的漁娃家 然後呂布是那個復刻出來的 那我們來看看呂布 他在日本的Wiki 這個是排行SS級的T0角色 你看 那貂蠶在這邊 他是S級的 那個輔助型的角色 坦克加輔助 啊這次呂布 他蠻不錯的 那個 現在在這種戰場 還 不管是打龍脈啊 或是打PVP啊 都還蠻強勢的 啊他死了 之後還可以再復活一次 真的蠻不錯的 那 那 他再來問點中原啊 時空亂武啊 都是SS級的表現 那在其他的方面的 都是有S級 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在 九幾隻 那個 命輪這九之後 就有天下無雙 這個 死了還可以復活啊 真的不錯 那那個 他的推薦的 陰魂是那個 憲政陰魂跟 白爾陰魂 陰魂 那我來看一下他們的 呂布的技能 那呂布 他的第一個技能是 完殺 他很普通攻擊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 100%的物理傷害 第二個技能是 圓暗起點 主動技能 選擇攻擊力最高的一名敵人 清除的目標 全部強化效果 並造成4800% 物理傷害 100%機率 使目標 進入 暈眩狀態 持續兩回合 如果使目標重傷 則隨機 六名敵人造成 3200%的物理傷害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目標 則 攻擊 必定命中 暈眩的話 是無法行動 這真的蠻好的 這個 我也真的蠻想抽旅步的 可是 圓寶有點不夠多 那第三個技能是 神明吞噬 那個 主動技能 對水晶六名敵人造成 1000%的物理傷害 並附加600%力量值得 真實傷害 武士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心一擊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目標 則傷害加倍 那 命輪一會 開啟 刺激激盪 那被動技能 攻擊力加60% 灰心以及傷害加60% 命輪三會開啟貪婪 這個被動技能 這個被動技能 貪婪的施展主動技能時候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敵方 則會心一擊 機率提升40% 這個L真的蠻不錯的啦 那 命輪五的時候 會打開那個倉庫級大 那生命值上限是 60% 力量值 加LV的乘以400 那 命輪九會開啟這個 天下無雙的被動技能 這個超好的 登場的時候 使自身進入天下無雙的狀態 持續兩回合 在連續戰鬥中 可以多次觸發 包括東山秘境啊 問頂中原等 天下無雙的時候 攻擊力提升100% 不良狀態的抗性提升60% 且持續期間自身生命值 不會降到一點以下 無法清除福祉偷取 跟持續時間 可以受其他技能影響 哇 這個真的超好的 不過你要 有人力練到加9啊 那他的殷屍技能是 狂鬼降世 自身每重傷一名敵方 便獲得兩梅洛因 啊 累積式梅洛因 後立刻 進入陰式狀態 進入陰式狀態時 使自身進入天下無雙的狀態 持續一回合 那陰式狀態的時候 可以生命吸收提升40% 防禦提升60% 喔 真的還可以 吸血捏 喔 還蠻不錯的 狀態可以持續三回合 不可疊加也不可清除 哇 這個 那如果你抽到了呂布之後啊 你還可以到這個呂布的排行榜這邊 可以 幫他念上去之後 你可以拿一些 星光盒啊 然後 那個一些 讓他升級的 那個 到密輪可以讓他一直升級上去 可以拿一些資源 真的蠻不錯的 這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 可以推薦大家 可以 如果念了之後 可以 記得拿 呂布 好香啊 真想要抽出來 五萬六的元寶 真的有點緊繃 雖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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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有那個 可以 保比可以用的那個 仙丹可以用 可是 到時候 要結束前 我再考慮看看要不要抽他好了 看下一集 下一次的 要出的 角色是什麼 再來決定好了 OK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收看